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174集 我觉得抓贼比你们抓毒贩更有意义 直接维护的是普通群众的利益 直接维护的警察的形象 那像你们 做贼样 成天在暗地里干活 怎么说来说去 我们倒成贼了 鱼醉 看来这小子 饿色的太厉害 中午得宰到他肉疼啊 同意 你呢 阿鹏 服役 反正不走了 没问题 现在想请我的队多得去啊 给你们面子 一会儿叫上鼠标 我还有个伙计 对了 你们认识 二东也去 鱼醉笑着说着 视线的焦点看着林雨静 以他猎爬的眼光 总是在林雨静的表情里 发现了那么一点不自然 为什么林雨静的表情 这么不自然呢 鱼醉来不及想了 因为有吃货到了 而且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鼠标在外面嚷着 哎员 骆同共平拜山来了 大兄姐是不是走了 哎 你太小气了 好歹留人家吃顿饭呢 哈哈哈哈 一听这话 众人又笑了 鼠标走了进来 一看会议室 惊讶得不得了 哎呦 没了他几圈 可以啊你啊 想找物城侦察大队还得预约 那也怕高手居然是你 这叫什么事啊 还让我绕了个大圈 通过三分局找人 高手还有我 去去去 你就是打酱油的 轮不到你 来来 鱼儿 这个啊 是三分局的同志 有事找你帮忙 我们和你们队长通过话了 呦 这么多上级 有任务 骆家龙介绍着 同来的一位警察 此时才注意到 会议室里还有几位高级警官 骆家龙紧张了 鼠标在他脑后 扒拉了一下催他 哎 赶紧敬礼啊 小屁警员 连理数都不懂 对不起 骆家龙不知道什么情况 赶紧敬礼 那几位却是笑了 骆家龙一下子认出来了 他回头看 发现鼠标一脸奸笑 他踹了鼠标一脚 向这拨熟人笑了 自动掠过保密内容 林雨静解释道 我们来这儿是私事 你先说 别误了正事 说话间 那位三分局同行 递了一张截取的光盘 反爬队的一看 正好凑一桌了 骆家龙直接放上了 边放边解释 是三分局辖区的肿瘤医院 发生了爬欠案子 十一期间 顺应市局要求 开展打击类似犯罪活动 可偏偏肿瘤医院 这个重灾区收效不大 每天总要有几起 患者家属遭窃的案子 这里放的是两天前的一桩 只见视频里 是交费的窗口处 人头攒动 冷不丁人群骚动了 有一个小个子 钻出了人群 飞奔而出 后面丢钱的奔出来 哭天抢地的扑倒在地 三分局来人皱皱眉头 有点质疑反爬队的专业素养 再放一遍 陆佳龙和三分局那位来人 又重新放了一遍 然后两人像是心里有事一般 互视了一眼 看着众人 三分局同行又放开了 几秒钟的时间一闪而过 爬窃逃跑的 哭天抢地的是位中年男子 那悲痛的样子清晰可变 肯定是交费时被人爬走了 于醉看到此处时 像被悲痛感染了 一动不动地盯着 众人都不吭声了 此时才发现 三分局来人是一种质疑的眼光 这事肯定不会这么简单 否则不至于跨区来求援 鼠标憋不住了 他捅了捅于醉问道 怎么了 于醉慢慢地移向三分局那位 二级警司应该是队长级别的 他不悦地问着 你得靠我 骂头 你吃饱了撑了是不是 骆家龙默地笑了 得意了 向为自己的同学得意 那位来人凛然了 向于醉竖了竖大拇指 直接说着 高手就是高手 那你应该看出来了 不确定 不过差不多 什么个情况 高远愣了 众人事宜别出声 过了片刻 于醉笑着说 你们一定是根据面部特征 把这个贼抓回来了 然后发现他根本不是贼 对不对 三分局那来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愕然地看着骆家龙 看来是烧香败对扇门了 他凛然问着 这个人被我们盯手地 在大门口摁住了 奇了怪了 他身上根本没有脏物 他个子矮 监控上看不到 他和受害人的接触 我们抓着人了 反而出了阳相 他要告我们 他不是贼 那贼在哪 如果判断不错 除了跑了的这个 剩下的围着受害人呢 都是贼 于醉雷霆一句 满座皆惊 这可把大伙给震惊了 不过除了马鹏瞬间恍然大悟 不觉得意外 其他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对于这种毛贼的伎俩 于醉已经熟悉得紧了 他只摘着 你们看 排队本身是单列 这三个人 或者这四个人 恰巧把后脑勺 给了两头的监控 不能这么巧吧 把受害人挡得一点不漏 还有 关键一点 你们注意 贼钻出来跑 受害人扑在地上哭 正常情况下 什么样的人 才会一点好奇心都没有 根本不回头看呢 注意 一回头 整个面部的正面 就进入了监控探头了 哦 我明白了 那是个转移注意力的 好让下手的趁乱脱身 看看 最聪明的还是鼠标 鱼醉开了一句玩笑 大伙一下子明白了 都笑了 鼠标突然发现 大家都在笑他 不过鼠标哥皮厚 直接对着鱼醉嘚瑟 别笑话 笑话我就当夸奖了 去去 一边去 鱼儿 你可一定得帮我们啊 骆家龙此时兴奋了 拽着鱼醉 央求着务必帮忙 鱼醉有点怀疑 骆家龙这么上心的居心 不过他当面没有问出来 三分局这位队长 也是客气地请着 是啊 一定要帮我们啊 天下警察是一家 何况又是同学 鱼醉点点头 这个没问题 不过 有条件 条件不是问题 院方也被这些 搞得焦头烂额 不止一次 到我们分局找了 不管是经费还是协助 他们都会出全力的 不是这个 而是 鱼醉看着鼠标 鼠标和鱼醉的心意 自然相通 他一指骆家龙接着说 而是骆家龙 必须请在座所有兄弟 吃一顿 啊 公事也不能拿我开刀啊 骆家龙哭笑不得了 禁毒局一杆哈哈大笑 对于鼠标的趁活打劫 一点也不意外 三分局的同志 赶紧拍着胸脯要请 可不料鱼醉不客气 拒绝着 好说好说 我来请 您请真不行 这是让他长长记性 办事应该提前请 主动请 对不对 非让鼠标说出来 好 我认 不过你要是抓不着 怎么说 吃了都吃了 还吃了给你吐出来 贱人 骆家龙气得干瞪眼 直骂鱼醉贱人 鼠标又趁活打劫了 看看时间 电话通知着李二东 把来文也叫了 邀完了人 他看着骆家龙不悦地说道 别拉脸啊 这里有景花姐 一会儿又来了记者妹 你就当请美女吃饭 我们做陪 哎呦 你还赚了呢 众人被鼠标和鱼醉的 无耻斗得直乐 虽然过了中午时分 可这顿饭还是不含糊 说宰一点也不手软 悟成路的川味楼 锯了一大桌子 鼠标这货 居然还没忘 把戏妹子接来吃饭 饭间林雨静和来文 坐在一起 于醉总感觉 她有一种欲言又止的表情 她很期待 但她不确定 她会说什么 可不管说什么 也没机会 人多眼杂 禁锢聊天胡扯开玩笑 一顿大餐 宰得骆家龙 确实肉疼 半个月工资没了 这一顿饭 还是有效果的 下午 两个跟班到肿瘤医院 就两个跟班 鱼醉没有出现 一个鼠标 一个李儿东 俩人九格宝格直喷着 舔着肚子 在医院里面溜达 估计吃得太撑了 走不了几步 就坐台阶上歇一会儿 这样子看得 骆家龙实在怀疑 自己这半个月的工资 是不是给白吃了呢 多人小说剧 鱼醉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